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玩Roblux的看故事遊戲 這個故事它的名字叫做 沙拉的娃娃 不知道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我非常好奇 總之我們就趕緊開始來看吧 一開始這個也太酷了吧 好 故事開始了 故事的一開始有一個人送包裹過來 然後 這個小女孩應該就是沙拉吧 她探頭出來看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 這個送包裹的人走掉了 然後沙拉 非常的興奮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包裹 讓我嚇看 沙拉出來拿包裹了 她大喊 媽媽 我的娃娃終於來了 沙拉非常開心欸 不知道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娃娃 哇 等一下 這個娃娃也太恐怖了吧 好 來看一下媽媽說什麼 媽媽說 我都不知道我有訂這麼恐怖的娃娃 這個娃娃真的非常恐怖 然後沙拉說 她是完美的 這個小孩子沒問題嗎 然後沙拉的媽媽說 好吧寶貝 好好照顧這個娃娃 接著沙拉很開心的說 我要傳簡訊給我的朋友 告訴她我終於拿到這個娃娃了 好 接下來呢 媽媽 喔 這娃娃怎麼會叫媽媽 啊 沙拉按著她的肚子 啊 有很多玩偶都會這樣 就是你按她身體的某一個部位 她就會發出聲音 好 接下來呢 開始傳簡訊了 沙拉說 我終於得到這個新的 巴巴娃娃 這個娃娃叫做巴巴娃娃 然後她的朋友說 OMG 快點把她丟掉 為什麼要把她丟掉 你難道沒有看新聞嗎 每一個娃娃 她都會活起來 而且她們長得非常的恐怖 快點 快點把娃娃丟掉 趁她還沒殺掉你之前 這個娃娃會殺人啊 這個娃娃看起來 確實就是會殺人的樣子啊 然後沙拉說 哈囉 氣氛開始怪怪的囉 點點點 哇 那個娃娃 那個娃娃 開始講話了 她是不是活起來啦 然後沙拉非常害怕 沙拉把她丟到電視這邊 直接把電視丟破啦 這沙拉力量也太大了吧 好 好 接下來呢 喔 好來跟媽媽講這件事 沙拉說 媽媽 那個娃娃是活的 她會自言自語 媽媽說 怎麼可能 咦 媽媽不詳細沙拉欸 欸 媽媽走掉了 然後沙拉說 如果 你關心我的話 你就應該相信我 媽媽說 沙拉 我們等一下啊 再談這件事情 現在我要去廁所了 哇 完全不相信沙拉欸 接下來呢 哇 娃娃來了 完蛋了完蛋了 爬過來了爬過來了 這個肯定會嚇死的啊 沙拉嚇死了 然後這個娃娃開始講話了 她說 你竟然把我像垃圾一樣 丟向電視 對你來說 我就是一個垃圾嗎 哇 然後沙拉說 不我沒有 我願意做任何事情 拜託 讓我一個人 呦 呀 這個娃娃 要拿桌上的刀子了 哇 還有這個東西會嚇人啊 完蛋了 綠娃娃開始 要嘴殺 沙拉了 喔 她朋友一直傳簡訊給沙拉 但是沙拉已經不在了 完蛋了 追到外面來了啊 欸 沙拉媽媽都沒發現嗎 沒發現 沙拉在尖叫嗎 喔 有了有了有了 她媽媽覺得很奇怪 但是沙拉 已經不見了 接下來呢 喔 會到馬路這邊了 這個娃娃說 你已經累了啊 我很享受 追殺你的感覺 這個娃娃真的很變態 沙拉不斷的求救 有沒有也可以來救沙拉 喔 媽媽來了 我竟然拿著槍 可以嗎 可以成功救到沙拉嗎 然後這個娃娃是直接把頭轉過來的耶 超恐怖的 喔 可以救到嗎 媽媽說離她遠一點 不然我就開槍了 可以嗎可以嗎 哇 這娃娃跳向了沙拉 媽媽開槍了 等一下 怎麼是沙拉流血耶 喔 完了 媽媽打到沙拉了 然後這個娃娃說 幹得好沙拉的媽媽 這個血噴出來的感覺 像是血的噴水池一樣 哇 然後後面這邊有一台車過來了 這個人可以救他們嗎 這到下一幕吧 沙拉往後倒了 車子過來了 沙拉死得也太慘了吧 死得超慘的 被槍打到 然後又被車斬過 喔 這個開車的人也死了 大家都死了耶 這娃娃也太恐怖了吧 喔 媽媽非常生氣 一直開槍 然後這個娃娃 全部都閃過了 超強的這個娃娃 接下來呢 媽媽子彈射完了 然後這個娃娃說 我猜這個愛的故事 差不多要到結局了 啊 哇 衝過來啦 喔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沙拉的媽媽可以獲救嗎 哇 等一下 這個警察也是娃娃 也太多隻了吧 也太多隻了吧 每隻娃娃都長得超恐怖的 完蛋了 沙拉的媽媽被圍起來了 然後這個娃娃說 八包娃娃將會統治 這一個世界 超多隻的 這邊超恐怖的啊 然後 然後 沙拉的媽媽 就被這群娃娃殺了 然後 這個場景也太恐怖了吧 哇 沙拉的媽媽 也死了 超慘的 哇